來伴侶這種 其實慢性病更危險 慢性病 哈囉 不是喔 老命啊 彎彎彎彎的 你講這個要幹什麼 我們看這個事都會演嘛 真的 真的嗎 要過年了 這樣說出來要怎麼 就跟蒜蜜一樣 你要拚你想拚的 選擇我想聽的 他聽到我不喜歡 就變小風氣不氣 有一些去廟裡問事 他講真的 還有那個 打貓咧 打在廟宮的 對 為什麼 為什麼說像我這種身材 為什麼有慢性病 這是因為我們一直以為說 胖的人肚子大 對不對 那以為說胖子才是 對慢性病三高症有風險 但是後來他們研究發現說 像四肢瘦纖細的人 如果光胖在肚子 他的風險是一般人的兩倍高 因為他是內臟脂肪 都囤積在這邊 內臟脂肪運動 脂肪很難消的 對 沒辦法對不對 那我後來後面要怎麼辦 所以你一旦變胖 你肚子會更大 因為你手腳都沒有脂肪 可以去堆積這些熱量 就會胖住 對 都往中出心會胖 他所有的內臟外面包覆的 會是脂肪 對 那個脂肪 是直接從肝臟串到全身 但我有一個優點 就是那個 硬要講 對 有點就是 就是我連兩年都有招大腸鏡 因為這陣子不是那個 嘟下去 就是那個大腸的相關疾病很多 但是我大腸是OK的 這是歸功於哪一件事你知道嗎 我很不喜歡吃油炸類的 所以人家喜歡吃炸雞排 鹹酥雞那類的 那類奇怪的 我光用想的我就想吐想吐的 那可能我不喜歡吃這種油炸類的 多少對我身體是有幫助的 講給自己聽的 那剛剛有講說壓力大怎麼辦 我不是講說運動比較好嗎 對不對 運動可以紓解壓力 可是有時候沒辦法 你沒有時間運動 你明明壓力很大 這時候血糖又降低 這個時候怎麼辦 血糖降低就 你會渾身不舒服對不對 頭缺氧 缺葡萄糖 你會暴躁 想要打人對不對 對 雖然不是說 餓的時候想打人 吃飽以後想打自己 對不對 因為 太誇張了吧 如果說你這個時候真的是嘴殘 那當然是 讓這個嘴巴不要去吃到 有熱量的東西 你可以用 你看像外國人 他們如果比賽那種 或者棒球選手對不對 他壓力大的時候他怎麼樣 嚼口香糖 對不對 可以疏解壓力 有的人就跟我說 咬口香糖會不會變國製點 其實沒有那麼嚴重 為什麼 因為咀嚼肌會被你咬大 通常是咬那個檳榔 那個什麼 因為檳榔那個很用力 對 很用力 甘蔗 對 不甘吃 口香糖不會有困擾 這是一個 或者找你打兩針 打肉毒也可以讓你演變小 對 這也是一個 對 好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是血糖降低了 你們要記住一件事 這個時候不吃東西 你真的會想打人對不對 對 這個時候你要記得 不要吃含糖分的東西 就是吃蛋白質就好了 聽懂這意思嗎 比如說你吃柴葉蛋 水煮蛋 或者喝一杯底子鮮奶 或無糖豆漿 OK 為什麼 因為蛋白質吃進來以後 血糖比較 不會那麼快速上升對不對 不會穿起來 不會穿起來 就不會分泌 一倒就不會分泌 它不會把這個糖分壓到 那個脂肪細胞裡面去 比較不會堆積成脂肪 反而會讓你繼續燃燒 身上的脂肪